老拐要被抓了,相较于杨海涛的万花从中国,片叶不沾身,他是万花从中国,片叶沾满身,案发后,警方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腾飞通讯公司的员工金莲,从他口中获得的情报有很多很多,绝大部分对于案件本身都没有进展,但唯独一条,是有实质性突破的。 在案发前几天,6月6号,老拐在西郊的劳公路和一个司机打了一架,事后两人都被抓到了警局问话,警方根据这一情报,随即前往西大口派出所了解详情,通过金莲指认,确定了他们要找的人正是老拐,之后,警方凭借着蛛丝马迹开始追捕老拐,这中间去过开封,广州,郑州,但是都其差一步,还是得他们跑了, 正当案件停止不前的时候,老拐出现了,出现在了洛河,说来好笑,听当地警方口述,前天晚上,接群众举报,采云夜总会有人跳脱一舞,警方随即派出警力前往侦查,果不其然,随后警方将一众涉案人员带往警局接受调查,这其中一个自称叫周大亮的人,赤身裸体躲在锅炉房内不出来,三个民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才将其制服。 此日,一个自称其朋友的人前来保释他,我们对他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,便将他放了,直到今天上午,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的协查通报,这才幡然醒悟,原来他就是你们苦寻的杀人逃犯。 好消息,在所有的坏消息面前,这绝对算得上是好消息了,警方随即在洛河市展开了地毯是搜查,从白天一直找到了晚上,终于在一个夜市摊找到了他们苦寻的老拐。 警局内的老拐很硬,他把自己与同伙比做桃园三结议,他发誓不会出卖他们,三天后他招供了。 据老拐所说,团伙中的曹国房是一个大孝子,每年的七月四日,他都会回到开封给自己的母亲庆生,不管再忙,也不管跑得多远,无一例外。 而明天就是七月四号了,刑警队长刘剑得知这一重要情报,随即带领大批警力埋伏在其母亲家周围,秘密监视着来往众人。 他们从清晨一直守候到了傍晚,都不见曹国房的踪影,正当警方以为会再一次无功而反时,一个小光头映入了他们的眼帘,他一进门便自称是曹国房的朋友,国房有事不能回来,托我给家中送来几份受理, 严霸便转身离去,他的一举一动在警方眼里是疑点重重的,随后警方将这个小光头带回了警局问话,从他的口中得知,十几天前,他在银川街头闲逛,恰巧遇到了自己的初中同学曹国房,曹国房听闻小光头要回开封,特意拿出了一千元交给他,千叮宁,万嘱咐,让其在七月四号买一些寿礼送到他家。 警方得知这一重要情报,马不停蹄赶往银川,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,得知了三人住在绿洲大酒店,当即展开了抓捕行动,成功抓到了曹国房,而曹国庆和小红又一次逃脱了。 和你挑选吧。 搭买换筒,按警方的配合下,搭买过去,旧搭买过去,旧搭买过去,旧搭买过去。 和你小断,цион wouldn't要注意 motivational,估计划接至少。 搭买昂接近我们已是真正的路由于后,旧搭买。 感谢观看